音乐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一行观 分工容易合作难 事实上把很多事情 你分出去是很容易 可是怎么样 还能够是一个团队 这个是非常需要 在用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怎么样的一个整合 能够让它发挥 最大的一个力量 我们的人体里面 其实在在都告诉我们 分工但是合作 绝对不会因为分工 就各管各的 完全不搭理对方的一个状况 不会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 我们的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不一样 代表我们神经的支配 感觉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手背的地方 这是神经 跟这里的神经 是不一样 这指神经 这个是饶神经来管的 后面背后 绝大多数是正宗神经 来管的一个部分 但是彼此之间会不会说 我是饶神经管的 所以我只传到饶神经 这个铜管的区域 然后不跟其他的地方 互相来 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交换 绝对不会 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了解 非常重要 这是表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这个数字 看一下骨头的这个情形 这个手 我们非常灵活 所以手总共有27块骨头 所以你伸出去看 这里面竟然有排列的出 27块骨头 包括植骨这个地方 手指的骨头14块 我们手掌5块 手万8块的这个骨头 所以彼此之间的一个协调合作 是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骨头的密度高 这样我们的一个活动性 灵活度 就会精巧度 都会来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从手再放眼到全身去 全身骨头的数目 这可能考试 以前也有考过 这个大家比较知道 206块的一个骨头 我们的一个骨头的一个重量 占全身体重的多少 14% 我们身 譬如说60公斤的人 大概就是8点多公斤的 8.4公斤的这个重量 是因为骨头的一个重量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我骨架 所以我体重会比较 难以去改变的一个状况 没有 它只有14% 但是它承担负荷的一个东西 却是如此的 有它的一个分量在 这是骨头 也是让我们看到 其实它虽然占的位置 看起来是很大 但是它因为它结构的关系 中空的一个结构 所以它的一个重量 未必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高的一个状况 好 这个重量很重 以前要批公文 这很困难 这个都是用竹简捆起来 所以一个没写几个字 文言文为什么产生 也是这样的理由 你写太多字 开玩笑 一个公文 你用一牛车 还解决不了一件的公文的话 那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用精简 文言文 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现在电子公文 所以公文就落落等 一大堆东西 你在那个茫茫公文海中 要去寻找正确的这个问题点 这实在是 现在跟以前 有各有各的辛苦面 好 这个靖武帝 话说跟这个李密 这个靖朝 这个西元三世纪的事情 就是李密 写信给这个靖武帝 倒也不是当面这样讲 他说 您的招书特下 给这个李密 要负责一些工作 郎中 寻蒙国恩 除尘洗马 除尘洗马 蒙国恩 这个大家了解 洗马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发音 叫贤马 贤马 大家说 这个奇怪 这个是怎么贤马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跟这个 拜他当文官郎中以外 另外还要负责 马场的 马厩的一些事情吗 是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 下的一个招书的 内容是这样吧 其实这个贤马 早期 应该正确的一个官职的名字 在汉早 叫太子贤马 太子贤马 这个搞不太清楚 太子贤马 那有什么意思 是因为太子在前面 所以有一大堆人 要跟从着 他在那个地方 把这个马运送到 那个地方去吗 贤马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太子贤马的意思 其实正确的写法 是太子贤马 意思就是说 他要在太子 要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 视察 还是做什么事情之前 他先到那个地方 来表达出 那份的一个关心 跟威仪出来 所以贤 身贤太子的意思 所以贤 那后来公文 这个传来传去的结果 不知道怎么样 哪一个人 这个有点的 势力模糊 多增加三点水 兴趣 就变成贤马这个状况 再回到李密的 那个承情表上面 他说 我接到这个指令 要赶快奔驰过去 但是呢 以流病日赌 他的阿嬷姓流 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名字 尤其是女生 没有什么名字 流病日赌 越来越严重 那如果要苟顺思情 我要照顾我阿嬷 这个上面的人告诉我说 不行啊 招书已经下来 你不能不上任 曾之进退 时为狼狈 这个承情表 他就写的 但以阿嬷 日薄西瞻 气息奄奄 人命为浅 朝不律夕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又怎么能够 安心的到 这个去上任呢 如果我没有 这个祖母的话 没有办法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祖母没有成的话 那么无以终于生 所以这个忠孝之间的一个两难 很困难 所以他就写这个承情表给靖母帝 他就写 臣生当运手 我一定是努力 使也当劫草 也是感恩图报的意思 不胜全马 不拒之请 写这个承情表 是抱着 哇 这个国王 皇帝可能会很生气 把他问罪下来 这样的一个 究责的一个状况之下 但是还是因为这个忠孝的关系 还是希望这个皇帝 能够谅解 拜表以文 所以你写了一大堆东西 以后一定要 全马布剧之请 要呈现给老板 知道这个才是 正确的一个写法 不过不管怎么样 那份的一个孝心 而且是他阿嬷 用对阿嬷的这份的一个孝心 还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读曾经表不哭的代表不孝 也就是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在 阿嬷 阿嬷的这个健康 有时候不要以为 我们就现代的一个科技 各方面帮忙很大 也是要注意 也是要自我的一个提醒 一个七十岁的一个阿嬷 七十岁阿嬷 他发现的一个问题 是自己检查出来的 发现说乳房有一些状况 所以给他 后续我们给他做了 这样的一个检查 这个点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黑黑的这样的一个点 在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同位数 所以我们事实上 在这个病人的一个治疗上面 会把局部这个地方打上 肿瘤附近打上这样的一个同位数 他就会沿着淋巴的这个循环 到达这个所谓的前哨淋巴站 前哨淋巴站 我们再把这个影像上去呈现的 前哨淋巴站的一个点 在临床上跟他相对应以后 再把这附近的这个淋巴给他拿下来以后 做病理的检查 结果这个病理的检查 淋巴线是没有的 是没有转移到淋巴线 所以还算是一个早期的乳癌 所以这个阿嬷七十岁 他还会自己检查 这个也是要让人家觉得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 表示医疗的一个进步 不是说我们等到生病 然后我们再来 这个反正医院医疗体系都能够去做治疗的意思 自己能够在这个前面的前端尽量预防 或者说提早的一个诊断跟治疗的话 它的效果当然会比较好 所以他自己摸到 所以这个摸到显然也是有不小 大概将近两公分大一个大小 在超音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 在那样的一个位置 这是淋巴线 所以它淋巴线确实也有可能 在腋下那个地方也有发现淋巴线 但是还好这个淋巴线 后来我们给它做淋巴线的一个病理的检查的时候 它没有转移 这是我们正常的时候乳腺的一个切片 是这样子的 一圈一圈的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泌 但是如果变成乳癌的时候 它整个的一个结构会变成这么样的 完全你认不出它原来的一个长相 所以它的一个恶性度 也会跟着这种长相的一个怪异 或者是说细胞分裂的一个情形 来变得它可能影响很深远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期 在它稍微有一些腫瘤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能够把它阻隔下来的时候 当然它的治疗效果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自我检查还是重要 感谢收看再会